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通攬整個政府 林鄭月娥司長 他三個都是不察 一件事就是他說 全民退休保障是沒有共識的 我覺得 我剛才說過譚耀宗議員 曾鈺成議員 陳教林議員 在三個不同的時期都說了 要做一件事就是我提倡 除付除資的 一個 老人退休的 制度 其實為什麼要有五百億的基金 就是解決這個 除付除資的問題 因為如果不是就會 這一代人就要養自己和養上一代人 那越做得遲 給的錢就越多了 意思就是說 當政府是拉布的時候 下年做就要多給一百億 左右 那拉著拉著又要多給幾百億 你遲早要做的 你知道嗎 那我講 其實 在今屆政府裏面 曾經有機會做這個 副司長的陳茂波議員 即是我們以前的同事 即是超級良粉 來的 他現在都在做局長 不過就不是 做我批評那三個 這個政府部門的首長 那 如果你說 梁振英 的陣營裏面 一個很明顯 得他棄重的人都說 有錢 兼應該做 這個 全民集合保障 我覺得是最能夠說明的問題 因為他和我是敵對 表面上是最少敵對 雖然間不是這個私敵 都是政敵 那這個 陳茂波議員 就在這個 2011年1月19日 就講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叫公共財 財政政策的檢討 是當日是 由他提出一個動議辯論的 他的講法就是 他要看一看香港政府怎樣理財 怎樣去拿錢 怎樣去做事 那我 即是覺得 今天引述 就是一個最好的佐證 那他講了什麼呢 他就說 他就說 有人說 香港不是肯有錢 因為我們還要負擔公務員的長縫開支 那他就回答了 其實 這個公務員的長縫開支 是 四千七百億 那 政府的資產淨值 仍然有 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三億 那就是夠錢 那跟著他就講了 他說 再看看政府助勇的資產 有些資產是可以套現 而又不影響公共政策的 例如是 我dr了 這個員 tak الذي 就拜託 表示 我會叫 Arc centr財 Calendar 肉質 都要進入 我與他抹股 和香港公務員的大 ona 代理主席,如果動用者一千億元款項,為一直最缺乏社會保障的長者提供服務或啟動全民退休保障,便可立乾見影地展示特區政府對解決人口老化和全民退休保障的承擔。 主席,是兩年前,兩年多一些。他是一個很明顯的糧粉,他自己所說的事情,他現在在政府做。他會不會再跟政府說說呢?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在這個議會講話,沒有共識、沒有錢,是多餘的。 而且,很明顯地這樣說,我們的大主席,曾玉成也多次這樣說,要改革香港的稅制。 因為,他認為,如果香港的稅制是太低的話,而我們的財政承擔也是低的話,是不合理的。 所以,其實很簡單。這個,在糧粉裏面,在工聯會和民建聯那裏,是爭取了很久,走了,現在王鏗一見到,我講工聯會就。 他們自己講的嘛。怎麼會說,本席在這裏講的話是胡言亂語呢? 其實,如果今天,他們去跟政府說的時候,不是我四個人去跟曾俊華說的時候, 本會的議員記得他十九年前說過什麼,或者是陳茂波仗義執言, 其實,喂,我做這個議員的時候,我是講過的。 陳茂波這個講話,他最後來就講的,非常知什麼,他就說他怎樣呢?他最後來就講。 代理主席,香港需要一個有願景,有心有力行公義,真正關愛照顧市民大眾,並有能力謙虛自省的行政領袖,而不是一批只會密守成規的守財路。 當日,梁振英快就來競選了,那他就罵曾鑫橋的班子,就是守財路。 今天,他都做了官了,他自己講的話,到底罵不罵自己同事呢? 其實,為了引證這一點,他真的講得非常之好。 他說,由於時間有限,我不再數算下去了。 其實,意思就是,他講了外匯基金的錢,我們不忍述了,因為重複。 他說,政府經常說要有財政紀律,不可以有經營赤字,問題是高地價政策導致多年來政府的收入結構,相當大的部分來自土地。 過去七年,即是由2011年到數,即是2005年至2011年,每年來自土地的平均收入達317億元,如果把時間拉長,以十年計算,每年平均收入也達274億元。 但政府又把這些收入列為非經常帳,把這些不收入注入經營帳目,大大限制了香港在貧窮教育衛生及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能力。 政府這種入帳方法的依據是,賣土地猶如賣資產,所以賣地收入是資本性收入,是非經常性收入。 但是,我自己深切反思,如果年年賣地,年年有賣地收入,所得收入是否算是行償的收入,作為一個普通人。 如果我把居住的房屋賣了,所得款項是非經營性收入,但作為地產商,年年賣樓,所得款項則是經營收入。 我的意見意思是,我們是否應該簡單地擺馬地收入列為非經營收入呢? 政府是否應該檢討和改變現時的做法呢? 這個就是,講的是,錢從何來的問題。 主席,這一篇文章,我呼籲大家回去看一下。 整個論據是非常清楚的,是有錢,應該做。 主席,三個,陳家強,局長,林鄭月娥,司長,加上張建宗,局長。 似乎對於這些論據是不知道的。 這個陳茂波還以猶未足,他就說,在2011年說,早前亞洲華爾街日報及美國華爾街日報均呼籲香港政府減稅。 因為儲備過多,我認為這種做法其實完全偏頗,看不到香港的貧窮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也看不到我們歲制中一生未能與時並進,並需要改進的缺點。 主席,講到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退稅退差響,一間地產公司可以退到一億六千萬。 主席,你和我們政府和我說,他們有錢,多到物都穿不下,不然我要付回這六千萬給他。 這個說法,是陳茂波局長,在做議員的時候,即是屁股還未轉的時候,是說得鏗槍有力的。 然後他就說了,由於時間關係,我不能多說了,我只想指出,我們不需要擔心香港的競爭力,不如新加坡,要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不僅是調整一兩個百分點,而是針對歲制中弱點,包括大家之前討論的第39E條進行檢討。 主席,她的意思就是要把那個歲制适量改革。 主席,我要痛陳厲害,由老派,由共產黨領導的工聯會, 到因為中英談判,而衍生出來的外圍組織民建聯。 這個譚耀宗就是由工聯會轉過民建聯的啦,反念不應人的啦,是不是? 又由到再外圍一些的糧粉, 陳茂波都縱口一詞說做到的, 只不過陳茂波做得最遲,但他講得最好, 不過很可惜, 他一個後門深似海, 現在二零一一年, 我讀出來的二零一年那個講詞, 我打電話給他,他剛剛在新加坡, 我說喂,局長怎樣啊? 我在新加坡,我說喂,我見曾俊華, 我把你那篇給曾俊華看好不好啊? 你是我的軍師,他說你不要玩我,沒有歌, 有什麼人格啊? 是不是? 都說了, 瘋狂, 柳瑞除風舞, 輕薄桃花俗水流, 以前是用來形容一些, 沒有志向的人, 今天就是這樣啊, 我在這裡, 從頭到尾都是講這件事, 每一次見到政府的官員, 由我做這個, 爛鬼立法會議員, 二零零四年, 開始, 沒有一年不是跟他講, 講到最後就是跟曾俊華講, 如果你不做的話,我一定會找你麻煩,我會拉布, 我不是突襲他的,主席, 一個政府, 自己的支持者, 他自己那個梁振英, 在一個政綱裡面都有講的, 他在政綱裡面講, 一上台之後, 就要累積養老基金, 並且檢討各樣東西, 你阿哥, 主席, 我的要求是什麼? 最後聽你老人家說, 不如見一下曾俊華吧, 是不是? 我說, 你只要給五百億承擔, 承擔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肯給而已, 不用現在拿, 他承擔了之後, 四年之內有這個時間表路線圖, 那就收貨, 立即不抓了, 你合不合理呢? 他說不行啊, 沒有政策撥錢啊, 愚蠢啊, 那你說有政策用不到錢啊, 2008年貪真, 都不知道收了多少錢, 要益這個, 醫療產業的時候, 即是說, 要益那些醫院, 和地產商合起來賺錢的時候, 拿了五百億出來, 做那個強醫金, 現在說到雪條那麼硬啦, 是不是啊? 就算你真的有政策, 去拿錢都可以錯的啦, 我是叫你, 答應用, 拿了五百億, 承擔五百億, 做的時候拿來用的嘛, 那你始終要做的嘛, 你承擔五百億會不會死啊? 還未過數的嘛, 是不是啊? 所以很簡單, 不是我不肯讓步, 是他們覺得, 有橡皮圖章幫他, 一定可以展報, 就是這麼簡單, 這不是講道理, 是講實力, 我告訴香港人, 這裏不是他們的地方, 要上街! 主席